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人越老,有可能就会越薄情。 不想和过多的外人交往,也不想随意浪费自己的真心。 真心宝贵,请别浪费。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终究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有可能你今天遇到了客户,明天遇到了新同事,你都得和他们有一定的交集。 当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总是认为多个朋友多条路。 所以,我们不管遇到谁,都会和他们交朋友,对他们真心相待,丝毫不会欺骗他们。 但是,你真心对待他们,你不欺骗他们,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而别人,有可能会不领情,有可能会翻脸不认人。 曾有人说,这世上变得最快的,不是天,不是时光,而是人心。 你不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你不知道别人是个怎样的人。 倘若你盲目地奉献自己的感情,那么,最后受伤的人,只会是你自己。 当人逐渐老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有些关系,该断还是要断的。 有些情,该割舍还是要割舍的。 有些事,该摆脱还是要摆脱的。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不需要被人际关系牵着鼻子走,也不需要总是把心思放在讨好别人上,更不需要一厢情愿地浪费自己的真心。 人到六时才明白,关闭同事群,退出亲戚圈,删除同学群,才能晚年安好,岁月无忧。 人到六时,关闭同事群。 说到同事,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些和我们共事多年的人。 有人曾说,共事多年的人,才是怨气最大,最有仇恨的那个人。 当我们还身处在职场时候,我们和同事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 很多的时候,我们与他们不是在争斗的路上,就是在算计的途中,毫无情分可言。 一些年轻人总是认为,能和同事有点关系,那就是真感情。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平时的感情,往往是虚伪而又做作的。 如果你有点本事,你的同事就会羡慕你,嫉妒你,甚至怨恨你。 如果你失权失势,那么,第一时间落井下石的那个人,往往不是别人,而是和你亲近的同事。 越是亲近,越是共事已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越积越深。 我们对他们没有什么真感情,他们对我们的情感,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那么,当人去到六十岁的时候,就该明白,工作时早已没了感情。 那么,无论你未来怎么与之联系,怎么一厢情愿地表露真心,都不过是一种傻气的行为罢了。 人到六十,关闭同事群。 并非是我们过分无情,不念旧情,而是说别人其实也不想见到我们,我们也不想见到他们。 如此,各乡安好,互不联系,才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人到六十,退出亲戚圈。 俗话说,门前拴上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 门前放根讨饭棍,亲戚固有不上门。 倘若你有钱有势,自然就是宾棚满座。 而你发现,就算是那些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也会上门来拜访你,把你当成亲人一般。 可以这么说,自古以来,亲戚往往是最为势力的。 因为他们和你过分亲近,有血缘亲情在里头,所以他们无论何时,都会拿你做对比。 你有点本事了,别人不服气,到处诋毁你。 你有点钱了,别人当你是冤大头,用亲情为筹码来要挟你,道德绑架你。 老祖宗说得好,无钱羞辱众,遭难莫寻亲。 没有钱,你去到哪里都像是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而如果你遇到困难了,宁愿找外人帮忙,也不能找亲戚。 要知道,这世上最懂得落井下石的,并非是外人,而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人到六时,经历半生,自然就会懂得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假意。 对于那些所谓的白眼狼式的亲戚,能不来往,就不来往,这是对自己的往后余生负责。 人到六时,删除同学群。 有人曾说,那些和你有关系的同学,在你和他们毕业的那一天,就已然分道扬镳了。 也许一生不再见面,是最好的选择。 不管是你的小学同学,还是你的中学同学,亦或是大学同学,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都和你渐行渐远了。 那么,懂得放手,则是我们的人生选择。 那些不曾远离我们的人,那些爱我们的人,他们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真情满满,毫无作作之感。 而那些分别了几十年,已然没再见面的同学,他们既然选择了离去,那么为何还要继续见面呢? 说得现实一点,再见面也不过是陌生人罢了。 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人就是和我们有点关系的过客。 既然是陌生人,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互不往来,也许能留下美好的往日记忆。 既然是过客,那么我在天南,你在地北,默默祝福,互不来往,也许能给双方一个自由。 人生活得不容易,与其装成深情的样子和你说些不切实际的假话,不如一开始就别联系,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往后余生,有些人其实已然离开了我们的生命,就算再次遇见,也不过是故人罢了。 既然时光逝去,缘分不在,那么各住安好,一别两宽,一事清欢。 原谢有言,居安思危,可无备欲。 无论天黑与否,我们都要提前给自己备好一盏明灯。 无论下雨与否,我们都要提前给自己备好一把伞。 无论富贵与否,我们都要提前给自己留有余粮。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击鼓防击,未雨绸缪的思想一直深入人心。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在古代社会里面,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的,假如没有余粮备好,那么很难在天灾面前顺利地活下来。 而我们这个时代,虽然说人的生活水平足够富裕,也衣食无忧了,但是未雨绸缪的思想还是要有的。 因为世道无常,生活难测,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什么时候到来,所以有所准备,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 说到这里,想起前段时间遇到的一位老人家,他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可还是在工作的岗位上一直奋斗着。 看到他,便问他,您老都儿女成群,衣食无忧了,为何还有那么辛劳呢? 老人家回答道,当你去到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无论你的孩子怎样,那都是你孩子的本事,而并非是你的本事。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要过,你有你自己的日子要过,做好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过分依靠,只能是给别人徒增烦恼。 听到这一番话,其实很是感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到老年之时,竟然还有靠自己的思想在里头。 所以说,老人家不仅在年轻的时候有所准备,就连在晚年之境地,也不甘仁厚。 回到日常的生活中,为何大多的老人晚年生活过得不太好? 其实,原因就出来了。 因为他们没有给自己准备几条后路。 如此说来,想要晚年活得幸福,就必须要在中年时期留下这几条退路。 人到中年,要懂得存钱。 有人说,无论你现在赚了多少钱,都要学会给自己存一笔钱。 不管是人到中年,还是人到晚年,人最需要的底气和实力是什么? 毫无疑问,那就是你都里面的钱财。 钱财是什么? 就是你战胜生活苦难的武器。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黄金钱财,除了战胜不了死神,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他的手下败将而已。 很多人都认为,谈钱伤感情,谈钱太俗气。 但是,可以这么说,没有一段感情是不谈钱财的,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不合钱挂钩的。 也就是说,人活一世,他所经受的困难和幸福,都和钱息息相关。 所谓一分钱,难道英雄汉? 有钱了,自然就有未来和安稳可言。 可一旦没有钱了,人也就只能被生活逼到墙角,毫无动弹的余地。 那么,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因此,人到中年之时,有远见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怎样,他都会给自己存一笔钱。 这笔钱,也许能帮助孩子,也许能帮助自己,也许能为晚年的生活铺路。 总之,它是你一生的幸运和武器。 人到中年,要养成凡事靠自己的思维。 所谓靠人人会跑,靠树树会倒,靠水水会流。 在生活中,试问,又有什么事物能靠得住呢? 钱财靠得住,自己靠得住。 可这里的钱财,不也是自己赚回来的吗? 所以说,你这辈子最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 可在现实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不管是谁,能依靠就依靠,能依赖就依赖,从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焦烂起来。 可这一切,到最后,只能是害了自己。 为何人到中年之时,总是依靠别人的行为,会害了自己呢? 就拿你的孩子来说,你能确保在未来年老的时候,孩子能混得很好,甚至能养好一家子的人吗? 没有人能预料到。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个社会,不依靠父母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么,当我们年老之时,还是靠谁呢? 还是那句话,靠自己是最稳妥的。 就像上面那个老人家,七十多岁还在一直工作,难道仅仅是为了钱吗? 他其实也不缺这一点钱。 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独立起来,少给孩子增添压力,也更好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人到中年,要塑造良好的家庭风气。 老话说,父子和儿家不败,兄弟和儿家不分。 说到家庭,那就要谈到家庭风气。 一个家的发展如何,既取决于他成员的发展态势,更取决于他原本的风气特征。 一个读书之家,那么他所培养的人,也都是一些文质彬彬,有礼有节之人。 一个孝顺之家,那么他所培养的,也都是一些孝顺感恩之人。 正如曾广贤文所言,孝顺能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 家风代表了什么? 就代表了长辈自己所作所为的姿态和所引领的风气。 那么,你能做好一个榜样,你的孩子也会以你为榜样。 所以说,人到中年,想要家庭生活过得好,想要晚年的时候,一家人都和和睦睦,不妨塑造良好的家庭风气,让自己的家庭成为牢部,可摧得大本营。 人到中年,别冷落了爱人。 网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能伴你一生的,除了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爱人。 说到爱人,其实他们才是陪伴我们到最后的人。 因为你自己有家庭,你的孩子也有新的家庭,所以在原本的家庭中,也就只剩下你和爱人这两个人。 那么,你们俩人只能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很喜欢一句话,年少夫妻老来伴。 真正的爱情,并非是婚前的一句诸如海事山盟的空话,而是携手一生的实际行动。 在这个世上,一般能相伴到老的夫妻,他们的幸福感是很高的。 因为等人年老时,才会明白,最懂你的,最能明白你心意的,最能摸透你心思的,最能照顾你的,只有你的老伴。 对于他们,我们不能冷落,不能漠视,而是要好好珍惜。 人到中年,要懂得保养自己。 老话说,为人何必争高下,一旦无命万事休。 人这辈子,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保养的过程。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热血沸腾,好动非凡,这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 而就像我们,到了中年之时,一个保温杯,一把枸杞片,这也是一种保养。 所以说,人到中年,你所要做的,不是说和别人争什么高下,也不是和别人赌气,更不是拿生活中的失误来惩罚自己。 而是懂得与自己和解,和健康握手。 很多人就会疑惑,要保养,究竟该怎么保养呢? 说到这一点,其实老祖宗有很好的解释,那就是作息正常,顺其自然。 能保证自己的睡眠,养成相应的吃喝习惯,再服以日常的锻炼,让心态变得阳光起来。 那么,你生活的感受会越来越好,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 不仅如此,你还能为老年时候的身体状况打好基础,让自己能做到身心健康。 人到中年,比的不仅是钱财,更是你的身体。 当这两样你都能拥有时,你将会是当下的赢家,也会是往后余生的大赢家。 要知道,黄金不足贵,安乐值千金。 年轻时,为了子女辛苦付出,晚年时等待子女反哺,相信这是大多数父母的真实想法。 只不过现实残酷,很多子女真的分身乏术。 房贷车贷的压力,养育子女的辛劳,也是儿女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他们想要赡养父母,可是心有余力不足。 父母若是期望太高,难免会连连失望,非要逼迫子女,也可能会使亲子关系彻底崩塌。 倒不如学着尊重与理解,让子女在轻松的氛围下承担起各方责任。 奉劝父母们,人到晚年,最好不要伸手向子女要这三样东西,很容易晚景凄凉。 01.不要伸手要超出子女能力的金钱。 你陪我长大,我养你变老,这是亲子关系中最理想的状态。 相信绝大多数的子女都希望自己能做到如此。 他们努力赚钱,在经营家庭之外,关注父母的需求,偶尔挤出时间来陪父母吃饭旅游,已经拼尽全力。 父母体验过儿女的孝心,应该让子女有所喘息,不要伸手去要他们能力之外的金钱。 现实生活中,很多子女被父母逼迫着拿钱,年纪轻轻便怨声载道,以至于有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看到孩子沦落到如此田地,父母一定悔之莫及,但已经太晚了,亲子关系一旦失和,终生都无法补救。 到老了,别人都能共享天伦之乐,你与子女老死不相往来,十分可悲。 该给你的,子女都会做到,给不了的,再要也是枉然。 希望我们都能约束自我,为儿女着想,就是为整个家庭添福气。 02,不要伸手去要他们对于你无底线的服从。 电视剧《门第》中,女主角罗小贝我与前男友恩爱无比,甚至有了结婚的计划。 但当前男友将罗小贝带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却以罗小贝面向刻薄为由,拒绝两人在一起,并且以性命相要挟,要求儿子分手。 前男友深爱着罗小贝,却又不得不顾及母亲的生命,最终忍痛分开。 多年之后,她看到心爱的罗小贝结婚,悲从中来,一夜白头。 其母看到儿子如此憔悴落寞的模样,才知道自己当年的横家干预到底有多么摧残人心,但已经为时过晚。 儿子失去了爱,也将对母亲怨恨终生。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是许多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他们看来,生养下子女之后,子女就应该感恩戴德,事事顺从。 哪怕父母是错的,他们也要咬咬牙点头认同。 但很显然,在这样畸形的关系之下,催生出来的只有压迫与无奈。 没有谁喜欢在父母的准则下,按照条条框框生活,生而为人,最重要的是自由。 爱孩子就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权利,给他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机会。 小孩子才需要跟在父母身后,成年人要自己去行走。 在幼儿园门口,无数父母将孩子送进了人生的第一堂课。 本以为孩子们会率先落泪,没想到反倒是父母崩溃不已。 我们都以为孩子离不开父母,其实父母又何尝能离开孩子呢? 有时候,父母比孩子更需要对方,他们恨不得要孩子时时刻刻陪伴在身旁,无孔不入地渗入对方的生活。 但这除了证明父母本身失去了自我,还会严重破坏亲子关系。 孩子总有长大的那一天,父母不能放手,孩子就注定无法高飞,等他们长大了,对于父母只有怨恨。 父母身手要孩子的金钱,陪伴和顺从,本质上是把孩子当成了附属品。 但人生匆匆,孤独是最基本的底色。 在亲密的关系,也终会渐行渐远,依靠自己才能度过漫漫长夜。 已经将子女教养成人,就尽到了责任,往后余生,父母们也该留点时间给自己。 孤独并不可怕,一个人的日子里可以找到自我,可以追逐自由,可以完成曾经最期待的梦想。 把日子安排得精彩分成,那么子女孝顺就是锦上添花,子女不孝也无关紧要。 无论如何,你都是快乐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父母为我们划分着所属的财产,感觉这种事特别简单,只要分配公平就好。 可等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财产交给子孙。 这不仅要看人当下的处境,更要对未来的子孙后代负起责任。 为何这么说呢?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例,那就是孩子拿了父母的钱,那就不再理会父母,而是把父母踢到一边,啥都不管。 这样的不孝子孙多了,所以我们上了年纪,才会格外留意。 因为把钱财交给他们,是一阵子的事,可他们怎么对待我们,却是一辈子的事。 曾见过一个老人家,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前些年是村里有名的土豪。 可现在,他却成为了村里帮扶的对象,而且还是孤寡老人。 为何短短几年,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变化呢? 原因很明显,那就是他的儿子拿了他全部的家产之后,便带着妻儿消失得无影无踪,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老人家因并发症,引起脑中风,只能卧病在床。 而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却不见人了。 没办法,到如今,都还是村里的亲朋好友,来照顾这位孤寡老人。 现实,很残酷。 它残酷就在于,人心难测,世道复杂,没有人知道对方的内心在想什么。 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把钱财给了孩子,他们就会帮我们养老。 但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有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说,为了保证自己老年生活的质量,为了保证往后余生的日子能过的安稳舒适,我们不妨看准这三个时间,才把钱财交给孩子。 人到老年,当孩子懂得谦让不争之后,才把钱财交给他。 古人云,君子者,谦而有礼,威而不争。 懂得不争,是一个人成熟通透的表现。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懂得不争的人,才能坚守自己的本心,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去做人,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在这个社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变得虚伪和急躁? 也许,就是因为社会节奏变快,而我们大多人,也和这样的节奏相融合了。 所以,竞争越大,人越虚伪,越急躁。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如果他的孩子都在争家产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毫无悔改之意,那么这个老人的往后余生,不见得能过得好。 要知道,赶征父母的家产的孩子,他们往往用心不良,少了孝顺之心,而多了冷漠无情,多了自私自利的心理。 这样的人,其实是最可怕了。 而我们,就算要把钱财交到他们手上,也不能提前去交。 很多人就会想,什么时候把钱财交给孩子是最好的呢? 我想,应该是孩子学会谦让和不争之后。 这样的人,他们只要不争,那么就证明他们明面上还有一颗敬重父母的心。 想想看,如果你还未摸清他们怎么想之前,便把钱财交给他们。 说实话,如果你碰到的孩子很孝顺,自然不用忧愁。 可如果你碰上的,是一个忤逆之子,相信你将后悔莫及。 人到老年,当孩子能诚心实意照顾父母的时候,才把钱财交给他。 俗话说得好,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庚。 这番话,其实有两个含义,而我们大多人只读懂了第一层。 首先,他跟我们说明了,我们作为父母一辈,就该为孩子着想,给孩子们留下一些物质上的依靠。 其次,这番话还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些方寸地,不仅属于我们的孩子,更属于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说,我们所要留存的,是给后代无数子孙的财产。 而这里的财产,不仅指物质上的,更是指精神上的。 什么是精神上的财产呢? 那就是做人的品质和想法。 所谓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 我们这一代,懂得诚心实意去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下一代,才能诚心实意地对待我们。 而每一代都懂得这么做,才能让这个家经久不衰。 很多时候,为何一个家庭容易衰落? 就是因为这个家的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甚至有内斗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家终究走向破败。 如此,还有方寸地吗? 我想,应该都被败光了。 所以说,当我们人到老年之时,想要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依靠,想要孩子能为后代做个榜样,那么,不妨在他们能诚心实意照顾父母之后,才把钱财留给他们。 因为只有把人的心意给端正过来,才不会让钱财给腐蚀掉人的心理和原本的人格。 人到老年,当孩子懂得靠自己赚钱,有骨气后,才把钱财交给他。 陶行之有句话说得好,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作为子孙,最好的做人态度,那就是懂得靠自己。 可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听到啃老声音的出现。 为何? 就是因为孩子依赖多了,少了自力更生的想法和能力。 曾见过一个人,他是家中的独苗。 可他就仗着自己独子的优势,便到处招惹是非,甚至三十多岁结婚后还不去工作,只等着父母来养他那一家三口。 过了几年,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了。 而他,也拿到了父母亲相对应的财产。 可这样的败家子,终究在一次赌博中,被人下套,从而赔光了所有的家产。 现在,他就只能在村口那里游荡,没钱没房子,就连老婆孩子也离他而去。 这个人,其实就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缩影。 而作为父母,我们就该明白,不能让孩子产生依赖的心理,更不能让孩子有饭来张口,依赖伸手的坏习惯。 为何我们说,要在孩子懂事后,在孩子能自食其力后,才把钱财交给他? 就是因为自食其力的人,他们有原则,有底线,有骨气,才不会依赖所谓的家产,成为软骨头,祸害下一代。 所以说,我们所交给孩子的财产,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养老生活,还会影响孩子自身,更会影响子孙后代。 那么,在把家产交给孩子之前,就要慎重了。 要知道,真正有本事有想法的孩子,他们绝对不会觊觎父母的财产。 在他们看来,父母的属于父母,自己赚到的才属于自己,这些孩子才值得我们将财产留给他们。 一般来说,我们到他人家中做客,带些伴手礼或者果然是礼貌。 但是对于情商高的人来说,考虑带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还会思考不能带什么。 事实上,去做客,有这么三不带,最好心里有数。 否则不留心的话,不但交不到朋友,还只会白白得罪人。 一、不带好吃懒做的习惯。 如果受邀到他人家里做客,再好的关系,也别忘了分错二字。 在自己家里,可以随便吃吃喝喝,不休蝙蝠,但是到别人家里,最好还是有做客的意识。 吃完饭之后,别像在自己家一样,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任由主人家忙来忙去。 力所能及地帮忙收拾一下碗筷,扫扫地什么的。 别人毕竟也不会真的让你这个客人动手,反而落得一个勤快懂事的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就算你做客的这家人真的让你上手帮忙,那也正好说明他们家不懂待客之道,下次记得不要再去就行。 出门在外,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就是你的父母和你的教养。 好吃懒做的习惯,在家还能有父母包容,到外面的时候却要注意收敛,免得被人说闲话。 二、不带八卦的好奇心。 之前看过某国产电视剧,女主第一次到男友家里做客,显得无聊,便趁他们一家人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在房间打发时间。 正当逛到杂物间的时候,她无意中发现顶上放着一个纸盒子。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点着脚把盒子拿了下来。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男女的旧合照。 女主兴奋地拿着合照到厨房找男友和她的父母,还开玩笑说根本看不出男友爸爸年轻的时候这么帅气。 谁知道她话音刚落,大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原来这张照片是男朋友妈妈和她的初恋情人的合影,她瞒着丈夫和儿子,一直没扔。 女主尴尬得不行,拼命道歉,也无济于事。 这顿饭终于还是没吃成,男友父母因这件事大吵一架,差点闹到离婚。 到他人家里做客,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和八卦欲,不随便乱翻是最基本的常识。 毕竟你对事情不了解,乱讲话只可能会闯祸,还不如闭口不言,规规矩矩呆着。 三、不带挑剔的态度。 有位网友小安,他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件亲身经历,令人无语。 前不久,小安搬了新家,喊了好些朋友和同事来家里开派对。 其中有个同事小刘,一进门就开始用一副审视的目光到处勋询。 大家都在开开心心聊天的时候,小刘不是说客厅采光太暗,没有他家里看着书展。 就是说小安审美不行,选得壁纸太丑,没自己有品位。 好好的一场聚会,就因为他这些话弄得大家都很尴尬,最终不欢而散。 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就要有客人的样子,千万别一副自己很懂的样子,在他人家里指指点点。 这样真的很没教养,也显得情商很低。 传出去的话,还很容易没朋友。 情商高的人受欢迎,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在为人处事中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 记住这三不带,你也会成为这样好人员的人。 01 前段时间收到一位女读者的留言,对我触动特别大,暂且称她为吴小姐吧。 吴小姐跟自己的老公结婚12年了,一开始感情挺好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逐渐开始疏远,可能是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没有新鲜感了吧。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连话都不能好好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小姐终于知道了原因。 那天,老公喝多了,回到家以后早早就休息了。 然后有个人给他发信息,他出于好奇,顺手打开看了看,是一个女人,也喊他老公。 他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没站稳,所有的疑问,如今都有了答案。 原来,自己的老公,心里装着的人早就不是自己了。 但是知道又怎么样呢? 离婚自己是肯定不敢的,现在女儿刚上小学,自己一个家庭主妇,离婚以后要怎么生活呢? 舍不得孩子,但是孩子如果跟了自己,自己又不能给他好的生活,现在只能盼着自己的老公能够迷途知返,早日回归家庭。 02.婚姻里,不是所有女人都有底气离婚的,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更不能轻易地离婚,要对孩子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除非你有足够的底气,心里足够相信,即便是离了婚,日子也不过过得太差。 这种女人,一开始就没有把婚姻和家庭当作是自己人生的全部,对她们来说,婚姻只是自己人生中的一部分,自己除了是别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自己人生的主人。 顾姐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她在三年前跟自己的老公离婚,如今两人形同陌路,就像从来不曾认识过一样。 当初离婚,她一秒都没有犹豫,她知道自己就算没有了她,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她自己开一家广告公司,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上,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 离婚不可怕,没钱才可以。 孩子归了她,她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而她的前夫呢? 一开始就没有她挣得多,离婚以后名誉扫地,日子过得更不如从前了。 03 真正有钱有本事的女人,离婚了不叫离婚,而叫恢复单身。 没有什么需要同情和可怜的,她们并不是在扮演着弱者的角色。 对她们来说,离婚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勇敢,一种选择。 婚姻里,真正值得同情和可怜的是那种没有自己的工作,经济不独立的女人。 她们在婚姻里受尽委屈,空有像离婚的心,却没有离婚的底气和勇气,于是就只能硬撑着过日子,这种女人才是真正的可悲。 她们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无法主导自己的人生,不管婚姻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都只能一味地将就着,忍受着。 所以,女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等哪天男人变心了,自己不会无助地只会哭,只会埋怨男人靠不住, 而是可以随时让自己自由,让自己潇洒地弃了她,恢复单身,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希望你是这样的女人,希望你不依附于男人而生活,有了她更好,没有她也不会过得太差。 01 我曾经跟几个女生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你会不会爱上那个每天跟你说晚安的男人? 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回答,会。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在想,女生在恋爱的时候,跟男生到底是不同的,女生过于感性,恋爱都是用心谈的。 而男生往往很理性,很多时候宁愿跟女生讲道理,也不愿意去抱抱她,说一声我错了,别生气了。 其实,人跟人相处,只有跟不熟的人才讲道理,跟自己的爱的人,只谈感情。 男生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喜欢上一个人,是不舍得对她用套路的,但是却格外地真诚。 这种真诚往往体现在凡是主动,留心,让她感觉到自己对于你的与众不同。 02 那么,男生在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怎样做才能尽快让她答应你,跟你在一起呢? 我总结出三点,给你参考。 一,主动找她聊天,并且约她出来。 前面提到的,每天坚持跟一个女生说晚安,她对对你特别有好感,时间长了养成了习惯,就会觉得你的那句晚安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追女生真的没有那么难,你只要用心,她总会感觉到的,只要她对你并不反感,一般都不会拒绝你的主动。 你既然喜欢她,就要制造单独跟她相处的机会,约她出来,对她好一点,让她知道你的心意。 二,主动出现在她有需要的地方。 有时候,女生爱上一个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直到某一天,那个人忽然不在了,她才意识到她的存在对自己有多重要。 爱,还有一个存在形式,那就是被需要。 如果你每次都能尽可能地出现在她有需要的地方,那她渐渐地就会对你形成依赖,觉得你是她的依靠。 开心的时候,一起分手,难过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会在身边帮助她,陪着她,她怎么会不感动呢? 三,记得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并且准备惊喜。 女生很容易被一些小细节所打动,这个时候,细心的男生就会特别地吃香。 因为女生知道,你的细心只是因为你心里有她,所以才会格外地在意,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精心地准备惊喜,让她知道,只要她开心,你付出多少都愿意。 只要你恰当地将自己的真心表达出来,时间久了,她自然会接受你。 毕竟你的用心和浪漫,不过是因为对她的在意和重视。 03,其实在追求女生的过程中,如果那个女生对你不反感,并且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你,那都说明,你有机会。 具体什么时候答应,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如果你让她足够相信和放心,那你追她根本不需要用力,她自然就会跟你在一起。 之所以没有那么快答应,一来对你还有很多不确定,二来有点矜持和腼腆。 这个时候,她往往需要有人帮她做决定,必要的时候,你要足够主动,足够强势,不给她犹豫的机会。 直接了当地说,做我女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女朋友。 当时机成熟,霸道一些,才会更快水到渠成。 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瞬间,大概就是,我怀孕期间,我老公跟我说,她遇到了她的真爱。 彤彤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种哀莫大于心思的欺然。 爱情是那么美的一个词,美到让人失去理智。 但是这种美就像瓶里的鲜花,时间久了,营养跟不上了,也就枯萎了。 被一个男人宠上天,感觉全世界的温暖都聚集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给你所有的宠溺和体贴,在他眼里,你就是一个永远不必长大的小孩,你的心被宠得一点点变软,渐渐地就化了。 但是有一天,他把这些爱全部打包给了另一个女人,把对你做过的所有的事,在另一个人身上,也做了一遍。 于是,你的世界崩塌了,与此同时,你也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 我想,后者才是使彤彤绝望的根本吧。 运气出轨,有多少人能忍? 而且,彤彤才刚生下孩子没多久,皮肤暗黄,身材臃肿,一年多没有化过妆,涂过口红。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邋遢,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爱情都是没有保质期的,爱情的敌人不只是外界的种种诱惑,还有三观、时间、新鲜感等等。 而永远不会过期的,就是男人对女人的尊重。 尊重的前提,就是这个女人有独立的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包括人格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 而她十月怀胎的这段期间,不曾认真地经营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可是她忘了,她还有一个角色,那就是她自己。 女人婚后的经济独立,是我一直都在强调的问题。 还记得曾经的热播剧剧《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吗? 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的老公虽然年薪百万,不愁吃穿,但却依旧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出轨小三零零以后,一度濒临崩溃。 爱情这个东西,很难会有保质期,不是说了会永远爱你,会一辈子养你,就永远不会出轨。 很多事情是不能保证的,时间在走,人也在变,不知道在未来的哪一天,她就忽然变心了。 她把你宠坏了,然后又不要你了。 她说,会养你一辈子,你不用工作,但是却在你对她形成依赖以后,一掌把你一把推开。 而那个时候,你没有工作,没有独立行走的能力,在世界轰然崩塌的那一刻,该如何走出来? 所以,女人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不一定非要挣很多钱,但至少这份工作可以给你想要的安全感, 给你立足于世的底气,要知道,其实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你的一份尊严。 我一直都觉得,男人口中所谓的我养你,就是世间最毒的情话,而女人一旦信了,那就是世界上最傻的人。 或许是她并非良人,也或许生活过于现实和残酷。 总之,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的女人,永远都不可能有生活的主导权,张口向男人要钱时,那副可怜兮兮的乞讨模样,一点都不好看。 女人不一定为悦己者而容,但一定要为自己而容。 别低估自己,也别以为你是谁的包袱,实际上,谁得到你是谁的幸运。 所以,尽管精致吧,哪怕去菜市场买菜,都不要忘记涂个口红。 精致的人生,才是开挂的人生。 现如今,朋友圈已经变成社交的重要场合,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在其中展示自我。 只不过有些人的认知有限,不经意之间便暴露了自身的低素质和低格局,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远离对方。 但还有些人格局高远,思维通透,他们所发的许多内容都值得深思,这类人会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一般来说,朋友圈喜欢发这些的人,普遍人品好,值得深浇一辈子。 01.发心灵鸡汤 很多人都讨厌在朋友圈里发心灵鸡汤的人,总觉得他们刷屏,会耽误自己,浏览美好的时间。 01.就像我们的父母,总是在身旁不断叮咛,令人不厌其烦。 01.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类人普遍都是善良的,他们愿意把人世间的道理传递给世人,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理想中的生活。 01.正如我们的父母,他们所有的唠道和叮嘱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01.年轻时不堪其扰,中年之后反而怀念身边有父母关心的感觉,但这时我们已经离父母越来越远了。 01.在这个凉薄的人世间,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少有人能关注到你的感受。 01.那些经常转发心灵鸡汤的人,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关心你。 01.无论你是否喜欢这种形式,都不能否认他们的人品。 01.若是有着与对方交往的愿景,就请好好珍惜这类人,他们也许是我们迈入成年社会之后为数不多的温暖。 02.转发寻人寻物信息的人 01.丢失物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麻烦事,我们急切地想要找到,也希望有人帮助。 01.弄丢家人,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无数人都会因此而爆汗终生,如果有人能伸出援手,这便是人世间最大的善良。 01.随手转发的寻人寻物信息,能够不断扩散消息,帮助施主解决燃眉之急,我们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很可能拯救一个家庭。 01.那些经常转发此类信息的人,普遍很善良,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着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也值得我们尊敬。 01.如果你朋友圈也有类似的人,最好不要屏蔽,或许你也能尽绵薄之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3.转发人生经验的人 01.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感到困惑,会有迷茫不解,走入瓶颈期的阶段。 01.这时,我们自身的思维和能力,已经无法替自己解决问题,急需要外界的经验,为自己解疑答获。 01.若是朋友圈里面有在某一行业脱颖而出的大佬,能经常传授人生经验,我们就会身有受益,说不定会豁然开朗。 01.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到经验和道理的地方,因为你现在所鄙夷的一切,很可能都成为日后的救命稻草。 01.把过来人的经验记在心里,能够让我们活得更清醒,也许终有一日,他们能帮你渡过难关。 01.朋友圈里经常发这些的人,普遍人品很好,如果你想寻找真心挚友,不如主动去问候对方。 01.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人在默默践行着自身的善举,他们勇敢而坚定的行为,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01.如果两个人没有机会成为朋友,不如就见贤思齐,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善良而又端正,永远热爱生活的人。 01.众所周知,人是世界上最难懂的生物,聪明而狡诈,有理而贪婪。 01.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非常善于伪装自己,将真心藏起,真假难辨。 01.他们还会用各种保护色包裹着自己,游走人间,玩弄人心。 01.不过行之内必现于外,不管这些人多会隐藏,时日长了,难免露马脚。 01.记住下面三种记号,万一今后遇到符合条件的,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01.其人多性格很利,心狠手辣,切勿和他们多来往,否则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 01.总是笑里藏刀。 01.相比于真小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坏,总是笑里藏刀,佛口舌心的人,坏得更隐蔽。 01.这类人平时看上去很好相处,好像有求必应,整天笑咪咪的。 01.但是,假如你用心观察的话,不难发现,他们的承诺永远只停留在口头。 01.本质上,他们做人很现实,不看到切实利益,是不会轻易与人来往的。 01.而且,他们惯常于用笑容演示真心,总是一副笑面虎的模样。 01.所谓的笑,也不过是皮笑肉不笑,很少能从其眼神中感觉到真实的愉悦。 01.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提防的就是这些人。 01.因为他们太有迷惑性,常以执心朋友的形象示人。 01.实际上,不知用这种伎俩,匡骗陷害了多少人,实在可恨至极。 02.总是阴阳怪气 01.语言是一门艺术,有的人讲话,让人舒适自在,有的人则怎么听,怎么不对位。 01.有一类人,他们总爱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存心给人添堵。 01.这些人通常是日子过得不如意,比不上其他人,又对现状暂时没有办法。 01.便只能从嘴巴上占个便宜,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01.面对这种人,很多人被他们的酸话气得蹊跷生烟,却不知该如何有力地回击。 01.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就行。 01.阴阳怪气的人一般,不敢直接表达内心真实想法,他们会用一些迂回的讲话方式。 01.此时此刻,你如果急着自证反驳,那便恰好落入他们的陷阱。 01.正确的方式应当是请他们解释一下说话的意思,他们缘不了场,便只得败下阵来。 03.总是前后不一。 现在这个时代,真诚仿佛成了傻笨的代名词。 老老实实做人的人,貌似永无出头之地,只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才能挣大钱。 殊不知,这种想法是非常短视,且没有格局的。 真诚是做人最珍贵,同时也是最难得的品德之一。 一个前后言行不一的人,缺少做人的底线,也没有什么礼仪廉耻。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也能拖任何人下水。 和这类人来往,就像与虎谋皮,时间一久,根本不会有人愿意继续这种关系,他们迟早会众叛亲离,生败名裂。 古语虽云,人心隔肚皮,居心叵测。 但是只要记住这三种性格特征,小心这些笑里藏刀,阴阳怪气和前后矛盾的人。 与其少来往,甚至不来往,从根源上掐断祸患的可能,自然以后便可人生顺遂。 女人的外貌和身材会随着时间而渐渐褪色,只有骨子里的优雅和高贵的人品,能使人永远念念不忘。 现实生活中,人品好的女人有着别样的魅力,她们能得到男人的爱,也会收获巨大的成功。 人品差的女人不只会毁掉自己,也会耽误别人,需要我们静而远之。 一般来说,人品差的女人,开口闭口,就是这三句话,不可深交。 01.打听别人底细的话 一个真诚且坦荡的人,最不屑于去打听别人的底细。 无论是交友还是恋爱,她们都希望真心换真心,不以任何条件为目的。 如果你主动透露了自己的底细,她们反而会觉得为难,因为自始至终, 她们都只喜欢一段纯粹的关系。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时时刻刻都在打听别人底细的女人,往往喜欢看人下菜,捧高踩低。 她们见到比自己更高贵的人,会连连跪舔,遇见比自己弱小的人,会欺负别人。 若你身边有这类女人,请一定要保持距离。 她对你毫无真心,你也不必在此浪费时间。 02.背后嘲讽别人的话 你看她今天穿的衣服,多么吐气啊。 家里那么穷,还敢和我们并排走在一起,真是自不量力。 在某社交平台上曾经统计过,女性在生活中受到的言语攻击,这两句话获得最高票数。 外界对于女性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但最令人寒心的是同性之间的相互嘲讽。 人品极差的女人,就是喜欢在背后嘲讽那些不如自己的女人。 她们试图从别人身上寻找微弱的成就感,抚平现实生活里的不甘,但这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低端而已。 无法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 她们的每一次嘲讽,都会为自己落下人品差的印象,使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希望我们不要如此,对所有人保持平视,才能证明自身的格局。 收起高高在上的态度,才能看见自身的不足,这样的我们会不断成长,最终获得成功。 03.说着造谣的话 康德曾说,语言的力量就如大山,会将一个人彻底压垮。 在如今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能够尽情地表达自己,也有太多人会用语言来毁掉别人。 那些抓着戏之末节就开始造谣,在互联网上兴风作浪的女人,不知不觉间就犯下恶果,毁掉了来之不易的福气。 他们并不是真性情,而是做事不考虑后果,不顾他人的感受。 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够善良,且没有同理心。 能够将他人的遭遇视若无睹,便不会对任何人抱以真心,劝你及时离开这类不善之人,以免以后遭到伤害。 交友也是有门槛的,这类女人只会害你,及时远离就能保护好自己。 一个女人的人品能从她的说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品越差的女人,越喜欢说以上三句话,请你不要再与之为伍。 真正值得深交的女人,会保持善良、尊重、理解,对所有人抱以真诚。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纯粹的人,也会让我们的生命锦上添花,结交了这些人,相信未来的人生会更加灿烂。 达利欧在原则里曾说,漫长的人生路上,如此繁多的岔路口决定了我们不同的人生。 每一次的选择都将主导我们的命运,时间就像一条河流,载着我们顺流而下,遇到现实,需要决策。 但我们无法停留,也无法回避,只能以最好的方式应对。 每个人都曾因做出错误的决策,而对自己或者对他人感到懊恼,生气,可人生路上需要做的决定不计其数。 如若无法以最好的方式和最乐观的心态面对选择的结果,只会将自己囚禁在悲惨的牢笼里。 灯舞的七零后,人生路已走一半,无论上半辈子活得好与坏,下半辈子请对自己好一些,用更多的宽容与谅解对待身边的人与世。 如果能做到凡事微笑面对,那余生必是赢家。 一、不为出身贫寒而生气,扔掉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 虽然总说,上帝为你关了一道门,必会给你开扇窗,可大多时候上天还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生来就是富二代官二代,他们就像养在温室里的高贵兰花,享受着最适宜的阳光,沐浴着最充沛的雨露。 他们像天上的太阳,生来带着不可掩饰的光芒,散发着高贵的气息。 可是,有些人明明天资聪颖,自强不息,却因为缺乏资源而始终无法被人看到,含着对上苍的怨恨痛苦一声。 命运的确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并不意味着要和命运死磕到底。 聪明的人懂得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 二,不为不如他人而生气,扔掉莫须有的对比,充实对自己的信心。 一个只注视他人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开着豪车,住着洋房,就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要买辆豪车,买壮大房子,开个大派对。 我们很容易因为羡慕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房子的初衷是为了有个幸福美满的家,但是家的幸福程度和房子的大小不该有必然的联系。 小儿温馨的房子足够容下一家人满满的爱,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过得潇洒自在,不明白的人却还在一味追逐着他人,永远失去着自我。 王健林在《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里谈到很多年轻人想当首富的话题时表示,奋斗的方向是对的,但最好先定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先赚他一个亿。 对于他来说,一个亿是小目标,可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个亿可能几辈子都赚不到。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比较呢?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才是正确对待人生的态度。 三,不为错过的事情而生气,扔掉所有的坏情绪,只为拥有而开心。 奔武的七零后,历经百态,在奋斗半生时也开始逐渐回顾往事。 有个朋友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追求她的人可以从大街上排到家门口,可是最后她却选择了一个各方面都并不出众的人结了婚。 结婚二十多年,还能经常看到她俩食指相扣散布在公园里,朋友圈里每年都记录着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浪漫时光。 或许有些生活条件并不那么优渥的人会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遗憾没有选择一个更优秀的人让自己过上更轻松的生活。 可是,优秀并不意味着适合,即使当初在一起,余生未必就能幸福。 所以,即使看到当初那个的她现在成就非凡,也无需后悔当初的决定,告诉自己,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在一起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名利固然能让人产生满足感,可随着而来的是得不到的失落感。 对于即将奔武的七零后而言,学会不生气,放平心态,随遇而安,坦然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可能,才能笑傲江湖,游戏人生。 孔子有言,四时而不惑,五时而知天命,六时而耳顺。 人到了五十岁之后,因为有所经历,见惯世间百态,所以人将活得更加通透,不会轻易受外界或者外人的影响。 所谓明镜守心,你的心如果像明镜一般,那么你就是一个活得实在,能看透世间本质的人,从而守护自己的家庭,守护自己的钱财,守护自己的初心。 如此,所谓的知天命也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到了五十岁,你就该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明白人心人性,摸透社会的规律,进而过好往后余生。 想要改善往后余生的生活,我们就要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物质,就是我们兜里面的钱财。 说到钱财,就想起王尔德所说的一番话,年轻的时候,我原以为钱就是一切。 等我年老了,才发现,的确如此。 钱财,就是我们的底气,就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实力。 有钱财,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 而如果你啥钱财都没有,也许你的家人都会堪贬你。 人生很现实,生活很现实。 你的钱,也许不是万能的。 可是,退一步来说,它就是这世间的通行证,就是万能的。 所以说,守住钱财,就是守住你的未来。 人到五十,如果你犯了这三个错,也许财神见了你,都会绕路走。 人到五十,别轻易被别人情分绑架。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我们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情分。 什么是情分呢? 就是别人和你的人情关系。 就像和你有点血缘关系的亲戚,就像和你有点感情的朋友,就像和你共事过的同事。 他们这些人,都是跟你有一定交集的人。 可往往是这些人,才是最难产的。 曾有人说过,面对陌生人还好,别人只会跟你谈钱。 而如果面对那些和你有点情分的人,到最后,你往往会被情分和利益所绑架。 就像有人找你借钱,你有可能不会借给他。 但是,如果你的亲戚上门苦苦哀求你呢? 甚至,还用情分来要挟你呢? 你往往就会心软了。 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面对这个问题,也许会左右为难,认为怎么做都有问题。 可当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有了自己的家庭时,你就要明白,何为轻,何为重。 是所谓的虚伪情分重要呢? 还是你兜里面的钱财重要呢? 如果你因为别人的关系绑架而把钱借给他,就证明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别人也会一直拿捏着你不放。 所以说,人到五时,不要过分在意所谓的情分绑架。 因为真正心中有你的人,他们不会随意绑架你,而只有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才会用情分去绑架别人。 人到五时,少理是非,少管闲事。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会有人与人的争执和矛盾。 生活,看似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普通日常而已。 可它的实际,却是无休止的是非结合体。 就像你因一些小事,而和别人发生了矛盾,到最后,不管这件事如何发展,它终究会成为一种是非,缠绕着你。 人到五时,生活不易,人生艰难,万般压力在身上,有些是非,我们还是能避免就避免,千万不要让是非成为压垮你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避免是非呢? 就是要做到,少管闲事,少理会闲人。 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别人的闲事,你千万不要过分理会。 就像你看到有人顶嘴了,闹别扭了,千万不要靠近,因为矛盾之火,很容易烧到你的身上。 要知道,过分管闲事的老好人,最终都不过是别人的垫脚石和替罪羊罢了。 不去管闲事,这是一种置身世外的智慧。 不理会闲人,这是一种带眼识人的做人本事。 人到五十,做人别过分,心软。 有句话说得好,心软不是病,可病起来,却会要了人的命。 心软的人,他们耳根子特别软,只要别人开口求他们,他们绝对就是有求必应,不懂得拒绝,也不懂得回避别人的请求。 曾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单位里面的软柿子,总是被人欺负,可他还是不懂得改变。 总是一副无关紧要的样子。 有一次,他身边的一个兄弟犯了错,那个错足以让那个人降级。 可是,那个人却求他和自己一同背锅,以此来减轻惩罚。 刚开始,他感觉这样子挺吃亏的,有点想拒绝,但是,别人发现了他这个弱点,便跟他说自己上有八十岁老母亲要养,下有三岁孩子要养,希望他能帮帮忙。 就这样,别人一装可怜,他就答应了。 不仅如此,本来是一起认错的,谁知道最后他自己成为了项目背锅的主要负责人。 结果,可想而知了,人,其实不能过分心软。 有些时候,你对别人的心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想想看,又有谁会感念你的好,又有谁会真正感受到你的真实情义呢? 人到五十,别过分心软了。 该搏情的时候,就得搏情。 不然,最后人才两空,最后吃亏的人,还是你自己。 冷言经,观世音菩萨尔根元通张云,出于文中,入流亡索,索入忌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闻索。 这是,以尔根开始用弓来收拾六根。 首先,先离开动向。 动向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处,要先远离这些境界。 远离了以后,心渐渐宁静下来了。 但也不要认为,静静很好,很多人打坐,觉得静静太清凉,太快乐了,就执着这个静静,这也不对。 假使心执着静静,忽然听到外面有走路、说话、敲东西的声音,马上就会吓一跳,这是一种毛病,证明静静也是晨劳境界。 刚开始修行时,外面再动,会使我们增加烦恼,心不得安定,就像波浪起伏不定。 所以,要离开外面的动向,产生一种静静,但是如果执着的这个静静也是晨劳,所以还要继续用功。 反文文自信,不执着静,就离开静向,慢慢地回归到这念心。 离开动,静二向,六根就清静。 清静并不是最高的境界,还要继续再修,使六根真正得到解脱。 六根清静了,又不住静,就会产生快乐,欢喜。 这种快乐,欢喜也不要执着,继续再用功,离开六根,把六根归到当下能闻这念心。 六根归一,最后归于觉性,也就是不住于六根,这时候就是觉,能觉,所觉,当中一片真空,只有这念心存在,其他什么都没有,成为偏空,这就是生闻,圆觉的解脱境界。 十二因缘当中,因六入而牲畜,受,爱,取,有,生,老死。 由于有眼,耳,鼻,舌,身,亦六根,接触色,生,香,胃,触,法六尘境界,才有种种感受。 所以,六根对六尘,产生六食,就称为众生世界。 由此可知,因六根攀缘而有。 而六根是从明色当中产生,明是精神,心识,色是物质。 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六根还没有发育,称为明色。 由明色产生六根,而明色是从识产生的。 识,就是心一识,就是神识。 晚上做梦的那一念心,就是神识。 假使晚上梦到贪的事,或是梦到喜欢吃的食物,就表示神识已经在贪心,贪吃当中,未来的果报就是堕入畜生道。 将来受生的就是这个神识,没有人希望死了以后投生为恶鬼,畜生,可是有了业障就飞去不可,这就是识的关系。 所以,修行就是要远离颠倒梦想。 假使不能马上远离,最低限度,在梦中要能做主,这就是清静的意识了。 要在梦中能做主,必须在平时养成做主的心。 如果是一个吃素的人,梦里有人给你大鱼大肉,你还是不吃,这就是做主了。 相反的,看到大鱼大肉,拿起来就吃,就是做不了主,将来就会堕落。 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考验,看看修行有没有进步,是不是能够做主。 如果看到事情现前,马上把它照住,能够做主,就能得解脱。 所以,希望晚上能做主,想要练习白天做主。 假使没有回光返照,时就会现前去分别,直取。 所以,平时要常常回光返照,经常检讨,反省,其善念,到最后归于无念, 临终时就绝对有把握,想到哪里去受生,就到哪里受生。 录到母胎时,自己也知道,在母胎里经过了几天,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 也是清清楚楚,不但清楚,在母胎里就是一个道场, 在里面可以转大法轮,可以进,也可以出,这就是成愿再来的菩萨。 在人生的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家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是我们的庇护所,更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在这个阶段,我们渴望享受家庭的温馨和谐, 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心和关爱。 如果我们的家庭中存在以下三种现象, 那么无疑,我们就拥有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善报之一。 01分为温馨和谐 爸爸去哪儿,这个真人秀节目展示了明星爸爸和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他们共同参与各种活动,创造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让人感到治愈,收视率也不断升高。 当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即将踏入五十岁到六十岁的善报之时, 我们的家应当充满温馨和谐的氛围。 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呼吸, 共同奋进的力量源泉。 当我们步入家门, 那种质朴的温暖感便会弥漫心间, 悄然融化我们一天的疲惫。 家人们面带微笑, 彼此间眼神交流中透露着无尽的关爱和理解。 温馨和谐的氛围让我们感受到岁月的美好, 也让我们饱含感激与喜悦。 02 老友记这部美剧讲述了六个好朋友之间的故事, 他们不仅是朋友, 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他们相互支持、关心和鼓励, 无论在生活中的困难还是成功中的喜悦, 都始终守望着彼此。 当我们的步伐逐渐放缓, 身体的机能也渐渐衰退, 这个时候家人的关心与呵护 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会不厌其烦地询问我们的健康状况, 细心地为我们烹制有营养的饭菜, 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迁末。 他们的关心不仅体现在物质上, 更表现在精神层面。 他们与我们分享生活中的喜悦, 倾听我们的内心, 为我们点亮人生的灯塔。 这份无私的关心让我们感到温暖, 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倍感幸福。 03.拥有美好回忆 活着这部电影改编自于华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 富贵经历了战争、 饥荒和家庭的破裂, 走到人生的最后, 他的家人全部离世, 只剩一个人孤独活着, 靠着记忆里的美好获取力量。 我们的人生是由无数个瞬间组成的, 而这些瞬间将在五十岁到六十岁的善报中 结出美好的回忆。 家是我们老年后回忆的摇篮, 是我们少年时青春的乐章。 我们在家中与亲人们一同分享欢乐与忧伤, 一同经历风雨与阳光。 当我们回首往事, 那些家庭聚会的欢声笑语, 孩子们的成长足迹, 伴侣们的相濡以沫, 都成为了我们心灵深处的宝藏。 这些美好的回忆 如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记录着我们成长的碎片, 也让我们感受到岁月的厚重与温柔。 岁月如梭,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即将迈入五十岁到六十岁的善报。 而在这个阶段, 家庭的温馨和谐, 家人的相互关心, 以及美好的回忆将陪伴着我们, 成为我们心中一份珍贵的善报。 现代社会, 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家庭中 展现了强大的能力。 对于在婚姻和恋爱中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 如何对待男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有一种态度, 让女性在爱情和事业中都能够走得更远, 那就是先爱自己, 再爱他人, 先谋求生计, 再谈情爱。 爱己谋生这四个字, 代表着女性应该珍视自己的价值, 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 一、爱己 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 其中林徽因的感情故事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其实林徽因在爱情中一直保持着很清醒的态度, 先爱情, 后爱人。 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国外相识, 两人志趣相投, 感情迅速升温。 后来徐志摩回国后, 他的父亲才告诉林徽因, 徐志摩在国内已经有了妻子, 如果再继续纠, 就显得不理智了。 林徽因曾在随笔中写过, 如果一个人不会尊重自己, 不会爱自己, 那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地爱别人。 就是保持着这种清醒的态度, 林徽因和徐志摩分开, 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梁思成, 一段佳话流传至今。 先爱自己再爱他人, 这句话并不是说女性要自私, 而是要让女性明白, 珍惜自己的价值, 才能够让别人尊重你。 女性应该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提高自身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只有这样, 才能够吸引到更多值得依赖和信任的男性。 同时, 女性也需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生活总是充满挑战和压力, 女性需要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 不断调整和提升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 二,谋生。 国外经典著作《简·爱中·简爱》 和自己喜欢的人身份地位并不对等。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仆人, 却喜欢上了这座城堡的主人, 更何况男主人已经有了一个发疯的妻子。 简·爱清除两个人之间的鸿沟, 也理智分析自己的处境。 她在拒绝男主人的表白后说, 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她都会尊重自己。 所以不会依靠男主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无论怎样的爱情, 都应该先解决生计问题。 先谋求生计, 再谈情爱, 这句话是告诫女性要珍视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 在现代社会, 女性不仅仅需要照顾家庭, 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因此, 女性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经济来源, 自立自强, 才能够更好地走向成功。 不必依赖男性的经济支持, 女性才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而不是为了生活而妥协。 学会爱自己, 也就学会尊重自己, 学会享受生命中的一切美好, 独立的经济来源, 能够让女性在感情中更加自信和独立。 总之, 先爱自己再爱他人, 先谋求生计再谈情爱。 爱己谋生这种态度让女性更加自信, 更加独立, 更加有魅力。 灵妖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世间所有的承诺也都只是因为太年轻。 因为一个成熟的人, 是不会轻易跟你承诺什么的, 更多时候他都表现在行动上。 而承诺为什么不可信, 就是因为承诺只能说明该, 他在说的那一刻, 是相信自己以后可以做到的。 但是以后太长了, 这一生太长了, 人会在什么时候变心, 有时候连自己都保证不了。 所以, 对于男人的承诺, 女人听听就算了, 别太当真。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自己的老公在结婚前跟结婚后, 有没有什么变化。 也会包容你, 结婚后, 就算你温顺地像只猫, 他都嫌弃你掉毛。 这倒不是说在黑男人, 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告诉女人, 有时候要现实一点。 不能总是那么不成熟, 特别是结婚以后, 一定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大人。 03,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悟, 是因为我最近的有个读者刚刚离婚。 他就是因为信了男人的承诺, 当初没有结婚的时候, 他的老公跟他说, 你不用工作了, 我养你。 一句我养你, 基本满足了他对婚姻全部的期待。 感觉眼前的这个男人, 真的好爱自己, 被人养着的感觉好幸福, 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了吧。 但是没想到, 结婚以后没多久, 他的老公就开始嫌弃他, 觉得他不挣钱, 还总是花那么多, 一点都没有个当人家老婆的样子。 渐渐的, 他就不敢再伸手找自己的老公要钱了, 因为他那种嫌弃的眼神, 让他觉得的自己很廉价。 04, 本来他是打算出去工作的, 再也不要过这种, 跟男人伸手要钱的日子。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没办法, 只能安心在家养胎, 再等一等了, 等孩子平安出生以后再说。 但是没想到, 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他的老公就背叛了他们的婚姻, 对方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女强人。 简直无异于晴天霹雳, 当时他就决定这个婚离定了。 婚姻里最大的一个笑话, 就是那句,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如果你信了, 那才是婚姻走向破裂的开始。 05, 在婚姻里, 聪明的女人永远不会相信男人说的那句, 我养你。 什么我负责赚钱养家, 都是骗人的。 你养的是家吗? 你养的是别人的家吧? 当男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本身就没有把你们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养家应该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责任。 即便是双方各司其职, 也要相互尊重, 相互扶持。 没有说一方负责赚钱, 另一方什么都不做, 就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等老公回家。 这样的婚姻不成熟, 也就注定不会长久。 女人不要相信男人的那句, 我养你, 婚姻要两个人共同努力才可以。 人的收入是十分隐私的问题, 成熟的人不会随便问起, 有分寸的人也不会随便炫耀。 但生活中还是不乏一些, 喜欢比来比去, 打听是非的人, 尤其是在逢年过节时, 亲戚们突如其来的关心, 家长们偶尔的询问, 都会涉及到工资话题, 也在考验你的情商和能力。 当你把工资一五一十地告诉别人时, 无异于暴露了自身的真实情况。 工资太低, 会让别人看不起, 工资太高, 也引起别人的妒忌, 似乎怎么说都不够合理。 但是没关系, 只要学会了以下这两种方法, 就能全身而退, 这也显示出你的高情商, 为自己留足了退路。 01, 不说具体工资, 只说入不敷出。 你说出了具体工资, 别人心里难免会有衡量, 或高或低都不利于你。 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类的职业, 暴露了真实情况, 也难免会受到处罚。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不直接说出工资的数目, 他们只会适当地哭穷。 张伟回村以后, 就遭到了众多亲戚的盘问, 大家认为, 他在北京上班, 且工作了好多年, 一定工资不菲。 事实上, 也的确如此, 张伟已经做到了公司高管, 其收入和能力绝非一般人能比。 但如果他切实地说出, 未免显得其他的兄弟姐妹太过无能, 可若是他有心骗人, 也显得不够地道。 见此情形, 张伟只是故作无奈地说道, 我的工资在北京属于普通, 也不值得拿来大鱼一番。 现在的年轻人, 别看在大城市上班, 其压力不可小觑, 房贷, 车贷, 养育孩子, 以后还要攒钱, 活得捉襟见肘。 说来也惭愧, 毕业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攒下多少钱, 佩服您这些长辈们, 年轻时辛苦打拼, 把日子过得这样滋润, 以后我一定向您学习。 见到张伟这样谦虚又如此诉苦, 亲戚们也不敢再询问下去, 至少从这件事上, 他们得知张伟的工资不错, 但也剩不了多少钱, 那些有心借钱的人也就被排除在外。 张伟的做法也给很多年轻人树立了标杆, 有时候无论你的工资高低, 他们都能挑出错出来, 还掌握了你的底牌, 日后向你发难。 比如, 有些人说得太高, 亲戚们就理所应当地借钱, 到时候, 他骑虎难下。 还有人说得太低, 别人就在外造谣, 也会令他颜面尽失。 不如抢先一步, 先卖一卖惨, 让别人无话可说。 现代社会里, 每个年轻人的生活, 都是如此, 每家每户都是苦乐交织, 相信亲戚们都能感同身受, 日后也不会发难了。 02, 模糊回答, 只说差不多。 其实有些人问到你的工资, 本身就是没有分寸的表现, 他们轻飘飘地疑问, 对方却要苦思冥想, 烦恼无比。 这也证明, 经常询问你工资的人, 就是没事找事, 没话找话, 或者说想要和你比一比。 只要你不上圈套, 他们就无计可施。 例如, 别人询问你工资时, 无需详细回答, 只说差不多, 有人要问你在外面工作如何, 也只需回答, 勉强凑合。 这样几个字, 既能应付过去, 也为彼此保留了颜面。 若有人真的毫无下线, 非要刨根问底, 那你反过来向他借钱, 相信也能堵住悠悠之口。 总之, 在谈及工资的这件事上, 永远不要夸大起词, 以免日后有人向你借钱。 但也不要太过实诚, 毕竟别人未必真的关心你, 只是想要拿捏你。 关键时刻, 卖一卖惨, 偶尔说几句糊弄的话, 实在不行先下手为强, 向对方借钱, 想必大多数人都不敢再问。 人生之事, 无人饮水, 冷暖自知, 自己的工资如何, 验回肚子里, 闷声发大财, 才是最高明的活法。 不必在乎任何人的看法, 过好自己才是人生真谛。 俗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色欲的危害, 其大无外, 难以尽数。 色欲之中, 又以邪淫的危害最为严重。 可是现在西风东建, 很多所谓专家学者, 打着性自由, 性开放的幌子, 让年轻人忽视了色欲的危害, 放纵欲望, 胡搞乱搞, 不知节制, 不知收敛, 最后害人害己, 后悔莫及。 善生子经上讲, 吟邪有六遍, 当之。 何谓六? 不自护身, 不护妻子, 不护家属, 以一生恶, 愿家得便, 众苦所为。 以有私恶, 则费事业, 未至之才不惑, 即惑者消, 诉处耗尽。 一, 不自护身。 就是说, 邪淫者不能保护自身, 首先损害的, 就是自己的身心健康。 一个人如果常行邪淫, 沉迷色欲之中, 邪念从生, 就不会不断地消耗自己的精气神, 导致肾经亏损, 正气不足, 百病从生, 痛苦不堪。 体力越来越差, 记性越来越差, 头晕耳鸣, 胃老先衰, 失眠多梦, 腰酸背痛, 整日无精打采, 颓废堕落, 让人望而生厌。 二, 不护妻子。 邪淫之人, 身心受到伤害, 自身难保, 就更保护不了妻子儿女。 并且邪淫的行为, 还会祸及妻子儿女, 破坏家庭和谐, 会感召不忠贞的妻子和不听话的子女。 作为父母, 邪淫者为子女做出了坏的榜样, 上行下校, 子女也很容易染上邪淫的恶习, 导致家风不正, 家道衰落。 三, 不护家属。 邪淫之人, 保护不了家中的父母眷属。 邪淫者为一己之私, 纵欲作乐, 伤风败俗, 往往导致家庭不和, 让父母家人为之担忧。 一旦东窗事发, 全家人都跟着遭殃, 颜面尽失, 在父老乡亲中抬不起头来, 整个宗族的门风都会受损。 四, 以遗生恶。 邪淫者作贼心虚, 因为多疑, 从而产生各种恶念, 恶行, 恶果。 为了满足邪淫行为, 会经常说谎, 乃至做出偷盗, 贪污, 赌博, 欺诈等等违法乱记的。 俗话说万恶淫为首, 邪淫是一切恶行的开始, 邪淫会让人迷惑颠倒, 善恶不分, 最终堕落下去, 轻则犯罪, 重则招致杀身之祸, 乃至祸国殃民。 五, 愿家得辩。 俗话说,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一个人如果经常做邪淫之事, 就容易让人抓住把柄, 趁机敲诈勒索, 从中获利。 邪淫者经常出入各种色情场所, 是非之地, 交往的都是一些狐朋狗友, 很容易引狼入室, 自讨苦吃。 六, 众苦所为。 邪淫就如刀口甜蜜, 虽然一时爽快, 但后面却是无尽的痛苦。 为了一时的快乐, 大大折损自己的福报, 不但害了自己身心健康, 连累自己家人老小, 还会造作各种恶行, 招致各种祸事, 最终身败名裂, 人见人厌, 甚至锒铛入狱, 横死街头。 人一旦沾上邪淫的习气, 将来本来可以获得的钱财, 就再也得不到了。 本来已经获得的钱财, 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消耗殆尽, 最终家财散尽, 穷困潦倒。